跨世纪的营销什么叫跨世纪呢 就是 100年叫做一个世纪 营销呢什么就是销售 你把一个东西 做一个生意然后把它销售出去 这个就叫营销 营销也叫做生意吧 世界上有三种公司 一种是 主导 这个再解释一下 什么叫跨世纪的营销呢 就是我们 这个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在 写这本书呢是19 99年 马上就进入2000年 他在1999年的年底出版这个书 因为呢 我们正好经历着跨世纪的一个过程 这就叫跨世纪营销 世界上呢 他说呢世界上有三种公司 一种主导事情的发生 比如说苹果公司 原来没有电脑 原来没有智能手机 他推出自动智能手机 然后引领大家在这个 产品上 去消费 所以呢 他属于一种 主导事情发生的 一种公司 还有一种呢 做事 事情发生的公司 啊 比如说 我们的 这个 后来 在这个 智能手机上 跟进的一些公司 这些公司就很多了 啊 他们呢就属于 做事事情发生的公司 别人做了 啊 而且正名卖得很好 他来呢 也跟着做这种生意 这叫做事 嗯 看这一样 做事事情的发生 最后一种 对事情的发生感到茫然 就是 他觉得发生这些事 很奇怪 他不知所措 不知道做什么好 就叫茫然的公司 这是有一个叫无名氏的 就不知道谁说的这句话啊 但是呢 中国还有句谚语 叫做假如我们 不改变 方向的话 就可能 原地踏步 所以呢 就说 变 在这个 世界上是永远 不变的一个规则 就是什么东西都在不停的变化 那么生意 买卖 营销 啊 销售 这些 统统的东西 都在随着 人类 社会 和人类科技的发展 不断的在发生变化 尤其在两年 2000年的时候 2000年 距今已经是20年了 20年前的时候 人们正在经历 一场 互联网的 变革 啊 就是2000年之后 人们开始呢 尝试都开始 在 网上销售东西 2000年的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 啊 但是现在呢 2000年呢 呃 过后的十多年 开始有了智能手机 这样我们人类又开始进入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啊 世界每10年发生一次大的 技术革命啊 其他的这些生意 也都会跟随这场革命发生的变化 嗯 我们来继续来学习 随着世界迈入21世纪 个人和企业都想知道未来的前景 这个世界不止 再改变而已 变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有个20岁的女孩在谈到他9岁的妹妹时说 他和我完全是不同时代的人 他妹妹听的音乐 玩的电子游戏 认识的电影明星和宠白的偶像 都和他完全不同 企业常常不清楚的 不能清晰的认识到他们所处的市场 每隔数年就会发生变化 在价值变迁这本书中 提到在钢铁通讯医疗和娱乐等产业 顾客需求与竞争力 每几年 每几年便会有明显的改变 去年的 自胜策略 可能会造成 今年的 产业 所以我们不能 在那 做着 实际变化 不停的在变 你要发现这些变化 而且实际这些变化 才可以生存下去 就像某些人所观察到的一样 世上有两种公司 一种是顺应变化的公司 另一种则是即将走入历史的公司 什么叫即将走入历史呢 就是要淘汰掉的公司 变成过去的公司 历史的公司 就是这个 今天的经济景象 是由两种强大的力量形成的 科剧与全球化 我们现在的经济 不同于以往的经济 这个阻挡我们经济有两种强大的力量 就是 科技和全球化 今天的科技进步 使市场上充满 20世纪60年代早期 肯尼迪总统 未能遇到的新产品 如卫星 摄像机 录像机 伏印机 传真机 电话 达路机 电子表 电子优箱 移动电话 笔记本电脑等等 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智能手机 他只知道有移动电话 那个时候移动电话 但还没有智能手机 出现 但是随后 这个 10年过去 人民开始广泛的普及和使用智能手机 所以说 科技是 飞速发展 科技是世界 最终的塑造者 他不仅是物质社会的基础 而且是人类思想模式的基础 就像 马 马希尔 麦克罗汉 卢汉 麦克罗汉 观察到 信息本身 就是 媒介 数字化 是 划时代科技的力量之一 在数字化的过程中 信息以 比特的形式 编码 也就是 一串 零和一的组合 比特经过电脑的处理 转成 转换成 音乐 与 摄像 再通过电话线 以惊人的速度传输 麻生理工学院著名的媒体 实验室 领导人 尼古拉斯 尼赫 洛胖 D 是 比特为取代原子 的结构 软件公司 不再需要制造叠片 装到事先印制好的包装里 然后再由卡车 运送到各个 销售点 以便销售者 能在买厂 购得软件 以上所有工作可简化为通过互联网 来传输软件 直接有 消费者 下载到电脑中 我们现在买的软件 你比如说我们买的那个 惠生惠人 那个软件 处理那个软件 我们都是花钱买的正版 都是在网上买的 然后他给我们一个账号和密码 然后我们去上他那个网站上下载那个软件 然后那个软件需要更新的时候会自动 给我们的电脑更新 所以呢 科技呢 也驱动了前述的两种主要力量 全球化 就是今后的生意变得 全球化的生意 你不能只是做当地的一个生意 你也不是买只是当地的一个产品 产品会从很远的地方 通过全球合作 销售给你 迈克鲁蒂 迈克鲁汉 地球村的梦想 已经成真 原来我们说地球很大 现在呢 进入了互联网的 世界之后 大家呢 通讯都是以光束在通讯 你看我们家那个光缆了吗 连起来 连到那个小河了 就是通过一根光缆 光做的线 速度呢 你知道 光是 每秒钟为地球转三圈半呢 那么快的速度 把信息可以传到你家 所以这样的速度 就像全球 就好像是一个村子似的 那么方便 住在 曼谷 想要购买本书 的主管 只要利用键盘输入 网址 建入他的信用卡号码 便可在几天之后 收到由 快递 所送达的书 在 德国科隆 新华批发商 在下 单订购红玫瑰之后 第二天早上 便可以收到来自 特拉维夫 要装满 一整架 飞机的红玫瑰 另外一个国家 红玫瑰 波兰 就可以找 除了科技和全球化之外 其他的力量对经济 也有重塑作用 自由化 正发生于 许多经济体之中 过去受保护的垄断企业 突然 得面对新的竞争者 在美国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AT&T 原来是 从事 长图电话服务的公司 现在也进入了 室内电话市场 与此相对应 地区性的 贝尔电话公司 也有权进入 长途电话市场 电力公司 现在也可 跨界提供电力服务 并传送电力 还有民营化 他 一再在讲 就是 我们这个时间 进入了2000年的时候 我们进入了一个 下一个100年的时候 那么人类 这个 生活和科技 都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其中还有一个民营化 是 另一股 强大的 力量 所谓的民营化 是指 以前的 供应事业 转为私人 所有 管理皆常 也由 民间人士担任 以使这些企业管理 得更完善 和更有效 一个例子是 英国航空和 英国电信 的民营化 效率确实 大大提高 今日 许多 原本属于 公共财务 和公共服务的部分 也 以 外包给私人企业 包括监狱和学校系统等 的兴建和管理 以后 外国 有的监狱 都开始包给私人来 管理 这样可以减少 更多的开支 啊 就是世界呢 进入这个时候 一个是科技 让世界变得更小 还有一个全球化的声音 还有一个 民化的声音 这都是 变化的一个趋势 啊 阳机队的传奇 街球员 约杰 贝拉 有一次 总结说 未来与过去将截然不同 我们应补充上一句 你感觉到后面有野兽在追逐你的公司吗 假如你没有感觉 最好小心点 市场是冷酷无情的 通用电器的首席 自行官 捷克 维尔齐 每次召开会议的时候 都会 以 不改变 变灭亡的 告诫作为开场白 可惜这位先生 今年 离开了地球 嗯 今年他去世 很大岁数 这是他很早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 销售的器材 管理的器材 通用电器公司原来亏损 他去了之后 样的盈利 而且 好像在他的领导下 通用电器公司 发展了3000倍 变成了 全球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所以这个 捷克 维尔齐呢 也被 大家公认为 管理 资幅 就是他在管理上 非常有学问 是一个大四级的人 今年 离开了我们 还有惠普电脑 的 理查德 洛夫 也观察到 由于变化的步调如此之快 以至于改变的能力 已变成了竞争优势 就是 他的意思是说呢 现在世界 变化太快了 什么是你的竞争优势呢 就看你 改变的能力 能不能快速的改变自己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你的重要的竞争优势 惠普电脑公司呢 就是 乔布斯 小的时候 曾经去实习的公司 加齐去实习的公司 后来他之所以 能够成就一番成绩 他也说了 得益于在惠普公司的那段 实习的时间 让他大开眼界 惠普公司的老板 还给了他一些零部件 这样他自己可以 很小的时候 14岁的时候 在家里就组装电脑 就是那家公司 惠普公司 原来是全球的 数一数二的电脑公司 但是呢 现在已经不行 要具备改变的能力 必须先有学习的能力 彼得盛吉 党人 使学习型组织 亦次 广为人之 因此 可口可乐 通用电器 和 斯看 斯看 德亚公司 任命知识资本 或称为 学习资本 智慧资本 副总裁 一点也不让人 吃惊 他们呢 这几个公司呢 都任命了一个副总裁 他的岗位就叫 知识 或者是 学习资本 或者智慧资本的 副总裁 这些副总裁 负责设计呢 知识管理体系 以使公司能快速学习 影响消费者 竞争者 经销商 和供应商的趋势与发展 随着变迁的 步伐加快 企业无法再利用 以前的做法 去维系繁荣 图这个表 第一个表 企业变迁的比较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过去 由公司内部完成所有事 现在呢 从外部购买 越来越多的东西 叫做外包 比如说 那个 苹果的手机 他们并不生产 那些价 他 有一万 一万家公司 给他生产 各种名价 然后他再 放到中国 找一个组装厂 然后 给他 组装起来 然后再拉到世界各地去卖 因为我们这边呢 这个工人呢 比较熟练 在一个我们的工资低 所以他就 不在美国生产 还有呢 过去呢 自行改善 现在呢 向他人 看齐 过去呢 一般都要独立完成 现在呢 要与他人结盟 比如说 操作系统的 微软公司 他一直跟英特尔公司结盟 一个做软件 一个做硬件 这样他就形成了壁垒 防止别人跟他们竞争 以功能性的 部门为运作主体 以各个部门团队来处理企业的流程 过去呢 是焦点放在国内 现在呢 全球化与本土化并重 过去呢 以产品为重心 现在以市场和客户为重心 过去以生产标准化的产品 现在呢 是生产因地之仪 与定制的产品 以后的产品都是那样 客户定制 特制的 重视产品 以前呢 都是重视产品 现在是重置价值链 以前呢 采取大众化的营销 现在呢 采取了目标营销 大众化营销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有一个电视剧正在热火 我们投放这个电视剧上 广告 然后不管是什么样 他买不买我们的 是不是我们的客户 反正不管那个 我们炸弹 广告的这个炸弹就扔出去 狂轰烂炸 不管什么地方 我们都投 投放广告 这叫 大众化的营销 那什么叫目标性的营销呢 主要你在网上 你敲了一个 好像我要搜索一双鞋 立刻 他会根据你的搜索 情况 给你推送广告 就知道你可能需要 这就 直接针对你的目标 来做这个 应效 这样的广告准确度更高 过去呢 是找出可持久的竞争优势 现在呢 是不断发展新的优势 好多企业在竞争中就这样淘汰掉 非常坏 现在企业就像人的寿命 过去更长一些 现在企业的寿命会变得 很短 有些企业 几年就可以 起来 有些企业 几年就完蛋的 还有呢 过去呢 谨慎而缓慢的发展新产品 现在是加速新产品的 发展过程 漫了一步 就让对手超越 过去有很多的供应商 现在呢 供应商 寥寥无几 为什么呢 就是 技术 高技术 使得呢 技术制造 更加复杂 不像过去 那么简单 很多厂家可以生产 现在好多的技术 只是那么几家公司 全球甚至就 一家公司 两家公司 三家公司在那 可以生产出这样的 产品 所以技术呢 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个世界上 过去呢 有高层管理 现在呢 是 上下 交叉管理 过去在市场中 运营 现在呢 在市场 环境中运营 我们下面讲 自胜的营销 秘诀 除了 自胜的企业 务实之外 有自胜的营销 食物吗 有人常 听到 营销 必胜的秘诀 这里我们再提出 更著名的九大的 预言 就是我们在市场上 我们的企业 怎么样能够 获胜 这个秘诀 第一个 以更高品质 取舍 就是你的东西生产的更好 大家 都同意 不好的产品 品质 会对企业造成损害 买到品质 欠佳的产品 而 愿 满 怒火的 顾客 下次 不但不会再 度 会 顾 还会对公司 大家 批评 但如果 以高品质取胜呢 有四个问题 有待 讨论 首先 品质的意义 有很多种 比如 某种汽车公司 宣传器品 产品品质 很好 这意味着什么呢 他所生产的汽车 启动时 稳定吗 加速 较快吗 车身在长时间内 不易受损吗 不同的顾客 所关心的项目 各有各的不同 因此 若不对品质做出 进一步的定义 品质的说法 并 无多大意 就是追汽车 我们说什么叫做 好的品质啊 你要对汽车要有个说法 什么才是最好的品质 其次人们常常无法从外表来判断产品的品质 就拿电视机来说 你进入 电路程 或者电器用品的连锁店 或者是网上的网店 会看到 数百台各种各式各样 声光谢美的 电视机 陈列在眼前 但你的注意力 一定是放在你 较欣赏的 几个著名品牌的 产品上 就画面 画质而言 基本上是 大同小异 外观虽然不同 你却无法 距离 判断 耐用度 你也不会要求 电源打开 电视机后面的 面板 来检测 零件的品质 最后你会在没有其他顾客 证明 凭借 品质形象的情况下 做出决定 这个时候 消费者 消费者往往是看品牌 在这 在大部分市场中 几乎所有公司的产品品质都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品质 不再是 品牌选择的 决定因素 当这个产品都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品质就变得 不再是 不再是品牌选择的 决定因素 你就不在乎 选用什么品牌 最后有些公司 来 向来 以拥有 高品质而 组成的 比如说 摩托罗拉 可惜摩托罗拉 倒闭了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都是20年前 那个时候 摩托罗拉 于日中天 正好活得 最好的时候 摩托罗拉是一种一个 生产手机移动电话的公司 但是呢 他就被乔布斯打死 乔布斯发明了智能手机 就把他的手机 淘汰 所以这家公司后来就倒闭 他卖给了谷歌公司 摩托罗拉 广泛宣传了 为品管用语 摩托罗拉广泛宣传了他的品质 但真的有那么多人 需要这种 高品质的产品吗 而且 愿意为此付出 高价吗 摩托罗拉为了达到 6个 m的品质 又花费了 多少成本呢 一味的追求 最高的品质 可能会 发挥掉 很高的成本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自胜的法宝 第一个我们都在想到 做的产品品质要好 但是产品品质要好 你不要去追求那个 好上加好 好的不能再好 你要考虑到你 追求品质的时候 还有个成本的问题 他一味的追求在品质上 把钱都用到的品质上 他却没有注意到 旁边有个小子 叫乔布斯 叫苹果公司 本来他是不做手机 他是做电脑 但他突然做成了一种 智能手机 所以把苹果 把摩托罗拉给 打败 所以这就 他的意思呢 科特勒先生的意思 就说 品质是应该追求 但是追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应该 更多的考虑到 其他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品质品质 第二个 是要 以脚加的服务去上 大家都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服务 但顾客对好服务的看法 却因人而异 就以餐饮服务为例 有些客户希望服务 生早点出现 能准确记录菜名 而且上菜迅速 有些的 顾客却会 觉得 服务生 生动 动作如此之快 是为了迎接下一批 来 餐厅 享用晚餐的客人 每种服务 都有他的 一组特质 如速度 诚恳 知识 解决问题等等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场合 会对每种服务的特质 有 不同 分量的 要求 光是宣传 拥有脚加的服务 是不够 所以呢 我们说 虽然说呢 服务 第1个 把产品质量 放在第1位 第2个 我们一直在强调 服务 服务有那么重要吗 服务真是那么重要 也不一定 所以呢 都要做有限的努力 不要把它 作为一个胜者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 获胜的法宝 别人会认为 以较低的价格取胜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低价格 那我们来看看 低价格的 好处和坏处 低价格战略对许多公司而言 是有效的 世界上最大的加剧零售商 叫一家 这是一个瑞典的公司 专门生产家具 世界上最大的 一般性商品零售企业 沃尔玛 你很小的时候 记不记得 你拿一个小熊 在一个超市里造一张像 那个就是在沃尔玛 青岛台东 沃尔玛 但是可惜 那个沃尔玛 在你 那个时候呢 他们活得还很好 可是 过去 几年之后 过去七八年之后 那个店就倒闭了 嗯 所以世界变化的实在是进入了二十世纪 这个互联网世纪的时候 人们 通讯是在以光的速度通讯 那这个事业变化也太快 沃尔玛也是上百年的公司 世界上最大的 一般性商品零售商 沃尔玛 嗯 他在美国有1000家 和美国 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的 西南航空 都是成功的例子 然而 靠低价 而持市场牛耳者 要小心 更低的 厂商可能会突然进入市场 他说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 就是 你总是在 宣扬 你的价格低 这个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很可能有更低的厂商 会可能突然进入这个市场 比如说 希尔斯百货的 的低价战略 低价战略行之有年 直到沃尔玛以低价格 战打败 直到被沃尔玛 低价格打败 就是原来 在美国 这个市场上有个叫希尔斯百货的这家公司 他们一直在奉行着我的价格低 但是就没有想到被沃尔玛 给打败了 光平低价格不足以在市场上立足 所以后来呢 有了互联网 销售 那么互联网进入了这个市场 商业的市场 那么沃尔玛的低价车 也不好了 因为有别人比你价格更低 所以就把他打败 当年 雨果汽车 它是 马斯拉夫二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所生产 并远销至美国的汽车 价格 够低的 非常低 但品质 也令人不敢恭维 最后 仍难逃 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除了价格之外 品质和服务也必须同时保证 才会让顾客觉得不有所知 就是 你除了价格之外 你还要保证你的品质和服务 然后你的价格又那么低 又没有钱 没有挣到钱 来保证自己的品质服务 所以是件很矛盾的事情 所以 我们的商业就应该是追求更好的 利润 更好的价格 所以这个 不可取 那么下面我们又来再探讨 以高市场占有率去升 怎么样 一般来说 市场占有率 领导者的获利能力 比追随者来的 高 他们享有 规模经济与较高的品牌认知度 市场上 有所谓的 花车效应 啊 就是指什么呢 消费者 会 一窝蜂的选择 大多数人选择的品牌 你看我们一起买 买衣服的时候 我们都看看 哪家卖的 这款衣服 卖的最多 他家卖的最多 好我们就 相信他家是最好的 然后就去买他家 这是一种 花车效应 首次购买 某 产品类型的 消费者 对市场占有率 领导者的 产品 较有信心 但 不少市场 占有率高的 领导者 却 未必 那么赚钱 多年来 A 一直是美国最大的 连锁超市 然而利润却 少得可怜 在20世纪80年代 业界巨人 IBM 希尔斯百货 和通用汽车的表现 远不如 规模较少的 竞争对手 所以市场占有率呢 也是我们过去在商场中的自信发到 但是这一招有的时候也不是很 就是 变化太快 这个市场变化太快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公司 已经不在那么 这个很重要 像IBM公司 这是过去的科技公司 他很早 他是电脑的霸主 他几乎 垄断了电脑市场的一定份额 但是现在怎么样呢 也已经不在了 他退出了这个市场 然后IBM把他的 个人电脑业务 卖给了联想 因为个人电脑业务的利润越来越下 他在觉得不行 那个市场不太好 前景下 他卖掉了它 是一个 聪明之举 让更适合人 低价格 这个低成本的竞争者 去继续做 以量身打造和 定制取胜 许多顾客 希望呢 厂商 就是我们在探讨这 这一条取胜的法车 就是以 给你量身打造 和定制的方法来取胜 我们看看这一招 好不好使呢 在市场 许多顾客 希望厂商 能为自己量身定做 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的行号 也许会希望 联邦快递 每天收价的时间 是下午7点 而不是 5点 投诉 饭店的客人 也许 只要使用不到一天的时间 并希望少付 防备 这种需求 正代表着厂商 可以设法满足的机会 然而对于 许多厂商而言 为 每位顾客 量身打造的成本 过高 大量定制 对某些公司 也许可行 但对许多公司 会觉得 此举 无力可图 出了蛋糕店 是需要量身定制的 每个人来了 生日都不一样 塑像都不一样 他喜欢的样子都不一样 其他的行业 也有定制的 比如像戴尔电脑 但是最后呢 戴尔电脑 也没有保住他的电脑的 销量化足的地位 最后也 慢慢被 其他竞争者 追赶 我们再看一种方法 市场竞争的方法 以不断的产品改良 去设 持续的产品改良 是一种 稳扎稳打的战略 特别是在产品的 具 领先地位 是 但并非所有的产品改良 是值得的 假如顾客被告知 有些 某种 缴好的清洁机 缴 缴缝利的 刮胡刀片 跑着更快的汽车 他们愿意多付多少钱呢 有些产品 几乎达到了 产品改良的极限 最后一次的改良 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就是 我们在追求 不断的 产品改良的时候 你要知道 比如汽车 这种东西 他已经跑那个速度就可以了 不能再快 这取决于 道路的情况 因为道路已经那样 如果载快的话 就太危险了 所以你要在一味的追求 汽车的速度 就没有意义 没人为此 买单 通过产品 创新取胜 这也是一个办法 我们来看看 他有什么弊端 和好处 有个大家 耳熟能详的告诫 不创新 便只能从市场上消失 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比如说索尼公司 和 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公司 就叫3M公司 都通过 导入 绝佳的新产品 而获得了 很大的利益 但一般的公司 却不敢对新产品 导入 放手一搏 有品牌的 有品牌的 消费品 在市场上的 失败率 仍然高达8成 就是 他投放新产品的时候 他既是一个名牌产品 他可能生产了 100种 新产品 或者说10种新产品 有8种会失败 只有两种 可能会 成功 所以 投放新产品 不是那么容易 而工业品的 而工业品的失败率 则约为3成 工业品的失败率 是30% 让企业进退两难的事 假如他 不导入新产品 就会面与 就会面临从市场上消失的威胁 但若导入新产品 也许会造成很大的亏损 这也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 开发新产品 不是那么容易 可能让很多企业 从此 倒闭 因为他的新产品 投入了很多 最后 在市场上 消费者不买单 我们再看一种方法 通过进入高成长 市场取舍 电子业 生物 科技业 自动机械业 和通信业 都是前景看好的 高成长公司 有些市场领导者 已在上述这些 市场大大赚了一笔 但有一半 进入高成长市场的公司 却默然失败 就以电脑汇图软件来说 假设在某地有 100家新的电脑汇图软件公司开张 最后能屹立于市场 恐怕寥寥无敌 一旦市场 接受某品牌 为业界的标准 该公司便可 坐下销售量 于后续不断增加的订单 微软的 Max Soft Office 已经 成为业界标准 导致了其他类型的优秀替代软件 只能 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是在市场上 以这种高成长呢 赢取了市场 但是呢 他们在不断的推升出行 稍微慢了就被别人罪 罪感 就像我们刚开始形容 一个公司 你是否感到有 虎 狼在后面追你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这种感觉 这家公司 快完蛋 通过超出顾客 期望来取胜 这也是一种方法 在营销上 有一句 大家 熟的不能再熟的 老生常谈 那便是 成功的公司 是那些永远超出顾客 期望的公司 符合顾客的期望 只能满足顾客而已 超出了他们的期望 才能让他们 眉开眼笑 眉开眼笑的顾客 就 很有可能 再度 会顾 这个是不一定 但问题在于 公司的表现 超出顾客期望之后 下次顾客的期望值 变会更高 超越更高期望的任务 会越来越难达成 而且 花费越来越多 最后公司 只好以 符合 最新的期望为己 另一方面 今日有许多顾客 都希望能享有 最高的品质 额外的服务 高度的便利性 少量 多样 老顾客 特别 特别优惠 保证产品的使用年限的 而且还有需求 付 而且还要求 付最低的价格 很显然 各公司都必须明确 哪些顾客需求 是在利润的许可情况下 才能满足 都必须明确 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顾客 都必须明确 可以 我们的顾客